不過說到這平價美食 其實還是吃得到 在桃園中壢就有間臭臭鍋的業者 店裡面滷肉飯是無限量供應 也因為實在很好吃 讓上門客人是一碗接一碗 那麼另外在平鎮也有小吃店 店裡面招牌霸王魚皮三蓋飯 這滿滿一大碗 只要銅板價九十塊錢 刀工俐落 片下魚皮 燙熟之後放在肉燥飯上 滿滿一大碗的霸王魚皮三蓋飯 端上桌的時候附上一碗熱湯 整套餐點竟然只要銅板價九十塊錢 其實公開就全二了 為什麼 因為它那個肉飯太多難用了 因為我們那是現沙 所以那個魚皮跟外面買的 就是不一樣 又很出場 那魚皮的薄度是不是 也有一定的要求 魚皮的薄度是 對 我們那邊燒魚的時候 就 它就已經標準的 透度就已經 位於桃園平鎮這間小吃店 標榜正統台南味 大碗肉燥飯 主要四十塊 鋪上滿滿的魚皮 加個蛋 老闆隨餐再送一碗熱湯 不到一百元就能吃得飽 霸王魚皮三蓋飯成了小店裡的招牌 餐點 除了有台南味的肉燥飯 店內吃到飽的滷肉飯也成了桃園一家臭臭鍋 小吃店的特色餐點 好香喔 好香喔 柚子呢 入口平化 吃很久了 四五年了 蘿蔔飯超好吃的 所以看蘿蔔就知道 我老婆是南部架上來的 所以之前她的長輩也在做 賣滷肉飯做生意 所以我們就去學習 怎麼樣去做出好吃的滷肉飯 哇 好棒喔 一口接一口 不只小孩喜歡吃大人 更愛滷肉飯 雖然老闆賣的是臭臭鍋 但搭配餐點一點也不馬虎 不少來吃鍋的民眾 不小心就剋了三四碗 反正減肥是長久的計畫 美食當前身材的問題 就暫時擺一邊 記者謝祥林 討論報導